2015年的NBA全明星中 將在紐約即將登場 未來體育新聞的採訪團隊 目前正在紐約著名的地標 曼哈頓的時代廣場 一稱時報廣場 在這裡每天其實有數以萬計的遊客 會經過這裡在這裡拍拍照 另外這邊有非常多的人偶 雖然他會收你服務費 但還是有蠻多的民眾喜歡跟他們拍照 那現在紐約的溫度是 大概是在設施三度左右 目前我們是在下午的時候 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曾經一度是-5度 還有飄點小雪 不過目前天候 已經是稍微好一點點了 而且剛剛還曾經有一段的時間 是逐步的放晴 是有出現陽光露臉的情形 從今天開始 未來體育新聞的採訪團隊 將會連續四五天 為大家帶來紐約明星賽 第一手的報導 其實紐約市已經連續第三年 舉辦大型賽會 2013年美國職棒明星賽 2014年美式足球超級杯 以及2015年的NBA明星賽 對於生活本來就多彩多姿的紐約人來說 還會完全感受到明星賽濃厚的氣氛 倒是我們在著名地標前遇到一群跨海 封NBA的臺灣球迷 你喜歡哪位球員 我喜歡林蘇豪 因為我喜歡凱瑞 他去年已經拿明星賽的MVP 我希望他今年可以再拿一次MVP 你呢 雖然我現在穿的是Kobe Bryant 但是其實我喜歡的是Monte Ellis 但是他一直都是沒有人氣 沒有辦法進入明星賽 所以有點可惜這樣 你呢 我最喜歡球員是林蘇豪 然後在這邊 在紐約可以遇到立群組 我很開心 那你們來這邊是看明星賽的嗎 但明星賽其實很貴 有買到票嗎 我們還沒有買到票 而且票應該很貴 我們還在想辦法弄到票 不過我們應該會先看 新秀挑戰賽跟明人賽 明星週的活動 就將從明天正式展開 第一個項目就將從新秀對抗賽 正式點燃戰火 我來採訪團隊也將送上 最貼近明星賽的相關報導 我來體育新聞 郭登陽張立群 在紐約的採訪報導